你永远不会再次见Maggie Dale,停! 你会很惦罚我,我去Hell Dickson 就是系列中一个经常让人不懂是好人还是坏人的反派 道恩 道恩初次登场于第五季的第四集 话说,贝斯被一辆印有白十字的黑车给掳走 速度之快连努哥也无从追踪 团队只能够将他判定为失踪 当我们下次见到贝斯时 只见他被换了一套病人服 身处一间医院 给人一种瑞克刚刚在医院苏醒的即时感 此时 一个名叫道恩的警官开门自我介绍 表示我们救了你 所以现在你欠我们哦 唯一的让人背脊发毛 道恩是这个医院社区的老大 他以极权的方式管理这一群警官和病人 尽管有能力有战力 因此大多作为作福 欺负那些手无搏击之力的老人与病人 至于稍微有姿色的女人嘛 相信也不用我赘述了 这个社区还有一大特点 就是所谓的债务系统 不管是医疗用品甚至是食物 你用过的东西全部都会被记录下来 若想要回复自由身 那就唯有用劳力一点一点偿还 很显然的 这是一个极其不人道且不公平的体系 就跟我们的现实社会一样 该死的资本主义高强 到了末日依旧屹立不倒 回到故事 贝斯出来乍到 便遇到一个病人紧急入院 可道安的关心并非伤势 而是手下在他身上花了多少汽油等资源 随后 当他得知病人无药可救后 竟然毫无预警地赏了贝斯一巴掌 当时就挺突然的 一段插曲才刚结束 另一个伤者又被送了进来 这女子原本是这一面的居民 但由于长期被猥琐警官侵犯 因此宁愿跑去外面给行尸咬 也不愿意苟且偷生 只是没想到 他最终还是被救了回来 而且还被迫截肢 实属悲剧 毕竟这种珍贵资源 可不能就这样没了 看到这里 你大可以知道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鬼地方 更神奇的是 末日里人剩下没几个 这医院却络绎不绝 很显然 这些所谓的伤者 其实都是被他们故意弄伤 然后再救回来当奴隶的 不得不说 这商业模式还真的是稳赚不赔呀 作为剧中的颜值担当 咱们贝斯很快就被猥琐警官盯上 他被贝斯含下自己吃过的棒棒糖 建议意淫有够变态的 索性觉得这时 一名医生挺身而出 勇敢地制止 作为社区里的唯一医生 他还是相当有地位的 所以说 医生算是个好人吗 才不呢 这一天 他吩咐贝斯帮一名病人注射药物 结果却导致对方当场去世 搞得贝斯内疚不已 可到后来他才后知后觉 原来是医生故意给错药来借刀杀人的 只因为这病人其实也是一名医生 如果他恢复健康 自己的地位将受到威胁 我靠 他真的是人心险恶 这其实也就完美展示了这个社区的本质 用尽可以用的一切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人心 论人格 这个诺亚 大概是这里唯一的好人 他全称真心对待贝斯 还约他一起逃离这个鬼地方 作为计划的地步 贝斯潜入到人的办公室 盗取钥匙可却意外地发现 之前的断手病人 因失血过多死在这里 切好就在这时 猥琐警官也前来臭热闹 想说抓个把柄来勒索 换做是从前的贝斯 很有可能就在这个地方 惨遭玷污了 索性不久前 他跟努哥上了几周的 末日生存课程 直接就用手边的罐子 砸向对方 再任他被地上湿花的病人 撕咬 棒棒谈猥琐男 死于棒棒谈罐子 简直充满了失忆 随后贝斯与诺亚合作出逃 可惜最终只有诺亚一人成功逃离 这里贝斯虽然被捕获 可却发自内心的微笑 目送同伴离开 可见他心地有多善良 事后 心灰意冷的贝斯 拿了把剪刀 本来想要打开杀戒 可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被送入医院 正是不久前 才刚刚升级为战职的卡罗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故事回到几天前 话说团队在逃离终点战后 来到了神父的教堂 深夜 努哥依然见到之前的白十字黑车 于是便和卡罗一起追了上去 兜兜转转 两人又回到了瑞克的家乡 亚特兰大 也就是医院社区的所在地 很快的 他们便遇到正在寻找武器的诺亚 双方不打不相识 搞了一阵乌龙后 这才发现他们的目的其实是一致的 那便是救出贝斯 正当一伙人准备行动时 卡罗却突然被医院的车子恶意撞伤 就这样被掳走了 这下 咱们努哥真的发怒了 立马赶回教堂班救兵 这次行动由瑞克 努哥 塔瑞斯和莎莎所组成 论兵力 论经验 论策略 团队几乎碾压医院社区 唯一的劣势就是对方持有两位人质 于是瑞克想出一个简单粗暴的计划 深夜潜入医院 暗杀全部守卫 然后强行夺回人质 是的 这一阶段的瑞克 有个外号叫野人瑞克 刚经历任领团和终点站事件的他 做事变得快很准 甚至可以用心狠手蜡来形容 只要能够保住同伴 其余的什么都不重要 不过 塔瑞斯倒是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思路 既然对方那么重视资源 不如抓几个人质来做交换 然后就可以各自回家了 过程中绝对不出什么差错 对吧 结果人才尴尬抓住 其中一个人质就假厉害试图逃跑 直接被瑞克开车 把他撞到最键盘突出 随后 瑞克还淡淡地对他说了一句 然后就一枪爆头了 有趣的是 不久前 终点站老大爷曾对正版鲍勃 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不得不说 编剧这隐藏的对比 还真的是相当高明 哦对了 瑞克在杀死人家后 还没忘了抛下一句 笑死 回到医院这一边 话说 诺亚成功逃出去后 道恩对被死的态度 突然180度转变 不仅偷偷地把钥匙交给他 让他去救卡罗 之后还以被使用combo连招 合力杀死一个殴打老人 且强奸两家妇女的警官 如此看来 难道说道恩真的欺恶从善 成为好人了吗 并没有 他始终是个恶人 一个善于guestlight 既情感操纵的恶人 一下跟你好言好语 下一秒又突然发神经 反正就是各个手段控制他人 搞得受害者开始自我怀疑 让人想起不久前轰动一时的 Ember Hurd事件 这种坏 甚至比格瑞丝这样的反败更加恶心 而道恩之所以杀死手下 也才不是为了伸张正义 纯粹是对方威胁了自己的领袖地位 不管怎样 接下来终于进入了叫人之环节 瑞克首次与道恩见面 带来两个警官换为卡罗和贝斯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 一点也不拖你带水 本以为事情总算到此告一段落 可此时 道恩朝后方自己人望了一眼 内心仿佛是在OS 如果展示了懦弱 损了威严 日后绝对会失去政权 于是 他大胆开口锁回诺亚 靠北 真的是当菜市场讨价还价 眼看瑞克野人DNA又要被激发出来时 好人诺亚选择了委屈求全 主动回归医院社区 道恩见状特意挑衅地说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 贝斯听了大受刺激说了一句 我现在明白了 然后便直接拿小剪刀刺向对方 说时迟那时快 道恩出自本能地扣下板击 竟然一枪射穿贝斯的头部 在场 所有人都被这莫名其妙的剧本给惊呆 道恩有一期惊讶嘴心说着 I didn't mean to 我不是故意的 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努个瞬间被掏枪爆头 而我们这一期的反派也就这样归息了 下一个画面 Maggie小队满怀心血地来到医院 本来想要来个姐妹团聚 殊不知等到的却是一具冷冰冰的尸体 反派是除掉了 但真的能说是团队的胜利吗 影片一开始提到 道恩是剧中定位相当模糊的反派 甚至有时不知他是真的话 又纯粹是为了生存神不由己 不过这里可以很肯定地跟你说 他或许没有在鱼缸里头养头鹿的习惯 或者爱吃包勃口味的烤肉 但他绝对是一个不折不过的反派 或者更加准确地来说 他是个偶尔会做点好事的坏人 就跟现实中的大多数坏人一样 而这些所谓的好 全部都出自于一个目的 巩固权力 从而满足自己的控制欲 作为一个典型的控制狂 道恩期望获得绝对服从 以得到某种扭曲的优越感 这一点可以从各个细节看出 像是规定诺亚要分开清洗 再烫平自己的警服 又或者要被私 在特地的位置摆放照片与徽章 当然还有更明显的例子 就是当事情不合心意时 会使用暴力的方式对待手下 一言不合就赏人巴掌 而且话说回来 世界都已经陷入末日 你还真的需要一个住所 在身边洗衣侦查吗 不过最可恶的地方 大概还是他对手下的无限纵容 什么欺凌老弱 监污妇女样样来 可他却不敢吭声 只因为担心手下一个不爽的造反 这一点还真的必须跟尼根学一学 看到手下试图费力杀杀 当场就把他给干惨掉 霸气十足 有人或许会问 道恩为何会如此惧怕手下 那是因为这些警官平日的工作只有一个 到处去外面抓人回来当奴隶 没了这些警官 道恩的控制欲要如何得到满足呢 换句话说 人性与权力之间 道恩果断地选择了后者 所以你们说 道恩是不是跟其他反叛没有区别呢 好了 接着说说大家心目中最明显的疑问 贝斯为何忍不住刺杀道恩 而他最后说的那句 我明白了 又意味着什么呢 简单来说 就是他终于看清道恩的真实面目 正如刚刚所提到 为了满足控制欲望 道恩需要一个对自己完全服从的人 在贝斯到来之前 诺亚便是那一个人 而在诺亚逃跑之后 贝斯也就填补了这个空间 为了拉荣人心 道恩开始对他态度转变 不仅没有追究为所警官的死 还暗中帮他为卡罗拿药 甚至透露心事什么的 在那个时候 贝斯将这些行为解读为 道恩正在尝试变好 别忘了 贝斯一直都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少女 也提升了父亲的理想主义 虽然之后与努哥流浪 学会了末日生存之道 但人的本质终究不容易改变 所以最后当他听到 道恩与带挑衅的对诺亚说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时 他这才明白 原来从头到尾 道恩想要的 只是一个专属自己的奴隶 根本没有想过要变好 而这个地方的丑恶 全部源自于领袖的自私无能 于是善良的贝斯 便想要以自己的方式 结束了这个恶性循环 断开魂解 断开锁链 断开一切的牵连 这动机无疑是好的 但小姐我就说你 都回到了团队的身边了 就不能跟瑞克或努哥 商量一下计划吗 把小把剪到插在 人家厚厚的防弹背心上 是要冲三小 作为第五季的集中结局 本以为剧情会高潮跌起 看野人瑞克和战争卡罗 如何理应外合 给这群不知好歹的 制服混账一个教训 殊不知 编剧却猝不及防地 朝观众腹部揍了一拳 让人久久无法平静之语 脑中还不断地回荡这一句 不夸张地说 这绝对是总部剧中 最具争议性的角色死亡之一 莫名其妙的程度 就跟后来的卡尔之死差不多 总感觉完全没有必要 纯粹为了杀而杀 如果说 编剧安排这段剧情的目的 单纯是为了催泪 那他还真的是做到了 没给崩溃痛苦的场景 固然令人心碎 可看到努哥和瑞克 这两条硬汉眼眶泛泪 那真的会让人泪崩 话说 Glench的姿势 怎么好像有点怪怪的 不过说真的 编剧想要杀死贝斯的动机 其实还算是可以理解 因为他在剧中的角色定位 实在是过于薄弱 主要是颜值当当 以及在团队信心低落时 唱唱歌 要说Maggie的妹妹嘛 而这个当姐的 从努哥那里得知妹妹活着 他却好像没有想要找她的意思 后来还同意加入混豆罗小组 护送Ugin去华盛顿 既然妹妹当不成 那这个努哥大叔组CP吧 也好像哪里怪怪的 反正说到底 最可怜的还是演员艾蜜丽金尼 当年他上各大节目提到角色致死时 还经常忍不住落泪 可见他对贝斯这个角色有多投入 顺道一提 编剧其实早在第三季 就有打算写死贝斯 还记得监狱的囚犯艾克赛吗 上几期影片我们就提到 编剧似乎一度想要将他刻画成恋童辟者 其中有段情节 还安排他向年仅17岁的贝斯搭讪 原来当时编剧已经写好一段反转 那就是让艾克赛将贝斯引到监狱外的树林 再残忍杀死 然后剧情才透露出 他实际上是个恶迷招商的连环杀手 靠北 我说如果当时真的是按照这个剧本跑 讲必会有更多的观众愤而弃聚吧 值得一提的是 道恩其实是剧集的原创人物 在漫画中并不存在 很显然 编剧是想要创造一个相对比较现实的反派 毕竟其他大多数角色直接取之于漫画 难免会有一些夸张和卡通话 像是与形势为伍的Alpha 或是魅力值满点的尼根 这些都不像是现实生活中会存在的人 真的要说的话 前期总督反而更符合正常人的行为 会用手段和谎言操控他人 但也会偏执地爱着女儿 也会在战败后被愤怒蒙蔽理智 可惜的是 观众终究还是对经典反派原型比较买单 而道恩也因此沦为系列中垫底的反派之一 接着说说他杀死的活人 首先最明显的贝斯就不再赘述了 再来便是医院社区的上一代领袖 这领袖曾是道恩的上司兼好友 可后来因撑不住庞大的领导压力 频频犯错失控 结果被道恩杀死篡位了 如同系列中的其他反派 道恩也间接害死了许多活人 其中被手下玷污而自杀的可怜女子不计其数 另外跟卡罗一样 故意被弄伤再带回医院的人更是多不胜数 好的 影片已经过长 最后问问大家 你们对这个道恩有何看法 你同意他是个反派吗 又或者是情是所必之人 所以情有可原呢 欢迎留言分享 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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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